天使之主高声莫测的一笑 接着正中道 是通往第三界的界域通道开了 什么 界域通道 所有人都是一愣 却听天使之主继续道 你们对第三界可能不太了解 此界已然破损 本源一散 更是与七界隔绝 本来不该存在界域通道 但此时却突然逆了天数 出现在第七界之中 绝对是被人用大神通强行开辟出来 玉帝想都不想直接开口 我猜 定然是高人出手吗 确实是公子的手 这时却见司徒庆占了出来 当时高人画了一幅画 并且将第三界本源所凝聚的那一方大印 也印在了画上 正是在那个时候 混沌随之生出了变骨 他的声音中带着惊叹 脑海中不由地回想起当时的一切 依旧感到不可思议 果然是高人 众人据是露出一副不出所料的神色 君君道人则是沉生道 高人既然开辟出了第三界的通道 定然有所深意 会不会是想让我们进入第三界一探究竟 杨检也是猜测道 应该是第三界中有着什么 让高人比较在意 南南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 我知道我知道 哥哥最在意的就是化肥了 他经常去后院独自苦恼 秦曼云的眼睛也是猛的一亮 如果是化肥的话 那只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个是妖兽 另一个便是公子所说的草木灰 御帝宁声道 也就是说 高人现在需要妖兽和草木灰了 女娲忍不住叹声道 也是 高人的野位如今全都死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弥补 如果是妖兽的话 那我们真的非去第三界不可 天使之主突然笑了 第四界的很多妖祖 还想着去第三界找他们老祖回来报仇呢 龙儿当即跃跃欲试起来 哥哥既然让第三界重现 那说不定草木灰也在第三界之中 众人顿感豁然开朗 纷纷为猜出高人所想而感到高兴 如此就能更好地为高人分忧了 君君道人郑重道 大家都做好准备 第三界太过混乱 至少也得是半步至尊才能进去 想去的赶紧报名 同一时间 第三界的虚空之中 时空都在扭曲 大道也在流转 轰鸣之声不断 伴随着一个漩涡浮现 伍德白等人迈步走了出来 他们先是扫了一眼这片死寂的天地 顿时被眼前的毁灭气息给惊呆了 虽然早就猜到了第三界的不堪 但其糟糕程度远在他们的想象之上 而且第三界的空气中 似乎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让人心头发毛 感到莫名的不安 不对 伍德白脸色陡然大便 他回头一看 瞳孔顿时收缩成了针线 我操 界域通道不见了 他声音颤导 惊巨道 妈的 这居然是个单向传送的界域通道 只准进 不准出 鼓猎也是吓得头皮发麻 怎么会这样啊 那我们怎么办 难道也要被永远困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吗 不会吧 早知道就不来了 其他人更是不甘地打量这四周 纷纷不知所措起来 却在这时 壁鼓鼓浩荡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涌现 似乎有着众多强者在周围窥探 此时纷纷现出身形 他们盯着鼓的白等人 是又惊又喜 难怪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果然是出了大事 多少年了 终于来新人了 这怎么可能 第三届的界域通道不是全都断绝了吗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这群人的气息锁定在鼓的白等人身上 周身气势轰鸣 居然全都是大道至尊 而且 有几道气息就连鼓的白都感觉到心惊 显然也是第二步至尊 他们跃跃欲试 似乎随时都准备出手 就在这时 人群中一道威严的声音突然响起 等等 你是我鼓族的人吗 鼓的白微微一愣 当即寻声望去 大喜道 鼓爱道友 哈哈哈哈 鼓的白 鼓烈 你们居然也进入了第三届 快到我这里来 鼓爱哈哈一笑接着道 这是我鼓族之人 你们谁敢动手 所有人当即从鼓的白的身上撤销了锁定 能够在第三届中活到现在 足以说明鼓爱的强大 再加上鼓的白和鼓烈也同样都是第二步至尊 这等阵容 谁敢得罪 突然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你们是我混沌神阳一族的人吗 妈呀 是老祖 混沌神阳的那些妖兽顿时身子一阵 泪眼汪汪的看向前方 那是一名头顶双脚 留着山阳胡须的瘦血老者 身上气息不鲜 身子鼓却非常硬朗 混沌神阳们顿时冲了过去 哭诉道 老祖啊 你果然还活着 呜呜 我混沌神阳一族被人欺负得好惨 混元三族鸭 快到我身边来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让混元三族鸭感到激动不 连忙扇动着翅膀冲了过去 前程道 见过老祖 这么一脑 原本跟着古德白一同进来的第四届中 瞬间就走了一大半 只剩下寥寥数人还待在原地风中凌乱 弱小无助又可怜 有人因侧侧地开口道 这群人的老祖在哪里 还有吗 快站出来 全场一片死寂 没人回忆 嘖嘖嘖 看来他们的老祖不给力了 那没啥好说的了 抓住他们 搜魂炼破 看看他们是从何而来 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三届 古族之地 不爱再为古德白等人接风 忍不住好奇道 你们是如何来到此地的 我们是从第七届而来 这第七届可非同一般 当即 古德白便将自己对第七届的认知全都讲了一遍 不爱的脸色也越来越凝重起来 最后沉生道 能够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众多高手 让第七届的实力突飞猛进 更是连骨折都莫名远落 很显然 这第七届的背后绝对有着某种可怕的存在 最关键的是 第七届是如何打开通往第三届的界域通道的 这太不可思议了 显直就是无中生有了 如此手段 绝非人力所及 莫非第七届和第三届之间发生了某种变故 有机会倒是很想去探一探这第七届的身体 古德白看着不爱开口道 不爱道友 这么多年以来 第三届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有获得本源 不爱微微一笑 若不是获取了本源 你觉得我能活到现在吗 顿了顿他又接着的 第三届破碎 本源一出 分散于世界各处 只有大机缘者才能获取 而一旦得到本源 那实力自然是突飞猛进 不仅仅是我 还有那些妖族的老族 也都得到了一部分本源 古德白当即道 既然如此 我们何不直接出手抢夺 古爱已经是第二步巅峰 还拥有本源 如今再加上古德白和古猎 绝对算是第三届中的巅峰战领 没你想的这么简单 古爱摇了摇头 我古族在七届中可不受欢迎 若是贸然出手 定然会遭到针对 古猎不甘道 难道就这么放任不管吗 咱们好歹也想一想对策呀 古爱却是突然笑道 早在万年以前 咱们就已经在第三届布局了 如果不是这里突生一点 我们早就得手了 古德白和古猎的眼睛同时一亮 激动道 真的吗 是什么 古爱高深莫测的一笑 马上就收尾了 你们拭目以待吧 同一时间 混元三族鸭的领地 从第四届而来的小鸭 正泪眼汪汪地看着鸭王 哭诉着第七届的暴行 鸭王大人 那第七届实在是太可恨了 我混元三族鸭一脉 好歹也是拥有着至尊血脉的神兽 他们居然把我们当成野味 还扬言最爱吃鸡翅了 妈的 我们是鸡翅吗 我们分明是鸭翅 他这是在侮辱我们呢 鸭王的眼眸中寒芒闪烁 全身凶利之气狂涌 岂有此理 第七届简直猖狂至己 还要我们进贡野味赔偿 他们哪里来的底气 还有天使之主和云千山那两个损货 居然卖野味求荣 简直就是我第四届之痴 等我从第三届出去 定然要向他们讨个说法 小鸭激动道 鸭王威武 如今鸭王在第三届中掌获机缘 已然迈入了第二部至尊 就算是天使之主 也绝对不是您的对手 鸭王冷冷一笑沉声道 派人去守住上次的第三届入口 我猜测第七届中 绝对还会有人进来 到时候我们去拦截他们 先收些利息 另一边 混沌神阳一族 也在进行着类似的对话 而在第七届与第三届的 界域通道入口 天宫一行人确实在此汇聚 经过几轮筛选之后 最终天宫由军军道人 杨简 萧成风和星牙四人前往 其他人镇守第七届 而四合院一方则是出动了司徒请 秦曼云和龙儿南南四人 外加一条大黑狗 玉帝叮嘱道 第三届混乱 大家记得小心行事 千万不可答应 南南当即笑着道 放心吧 我们出马 哪次不是凯旋而归 大黑更是直接道 第三届将会是丰收的一届 好了 出发 随着军军道人的一声令响 大家一同迈入了戒狱通道之中 伴随着空间一阵扭动 众人的身影随之出现在破败的苍穹之上 呵呵 果然不出鸭王所料 第七届真的来人了 一道粗犷的声音陡然响起 透着冷力的杀机 瞬间现身于虚空之中 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群长着黑羽的妖怪 这条穿着皮裤衩的秃毛狗骚气侧漏 我认识 就是他们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长着黑脚的混沌神阳一族也是现出了身形 除了他们以外 第三届中还有着其他势力 也同时盯上了大黑的 据是眼神闪烁 露出不怀好意的脸色 通过之前的搜魂 我已然知晓了第七届的不凡 抓住他们 搜起魂魄 即可得知第七届的秘密 不错 这群人的背后显然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我们必须探知 呵呵 连一名第二部至尊都没有 也想来第三届撒野 四面八方都有着契机锁定 向着大黑等人镇压而去 大黑身处风暴的中心位置 不断地转动狗头 扫视着周围的敌人 突然大笑道 哈哈哈哈 真不错 不愧是第三届 我们才刚过来 就有如此多的野味头怀送包 纯狗 你找死 一头混沌神阳冷腹的开头 第三届的种族虽然不少 但是许久都没有见过狗族了 狗肉的味道还是很好的 你如此肥瘦 不做野味可惜了 周围的其他妖族也纷纷大笑出声 哈哈哈哈 说得好 狗腿留给我 那我要狗头 狗边归我 却在这时 固然光滑大放 无尽的星光耀天而起 在夺目的星光之中 一道人影沐浴着光滑缓缓走出 他覆手而立 轰骨般的声音从其嘴里传出 谁要搜魂 错我来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看我几分像从前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看我几分像从前 如此拉松的登场方式 再加上那高深莫测的气质 以及霸道的话 顿时让所有人都面露金色 不过当他们定睛看去 发现竟只是区区一名半部至尊 差点直接笑喷 你这是用生命在装逼吗 哪里来的蝼蚁 找死 一名壮汉满脸猙獰 一步迈出 转眼就来到了星牙面前 须止成爪 一把抓在星牙的天灵盖上 看我搜魂所破 大道之力在他掌心之间运转 试图搜取星牙的记忆 然而下一刻 那壮汉脸上的表情就猛的僵硬 身子开始剧烈颤动 瞳孔中充斥着极度的恐惧 不不不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感觉到一股 无与伦比的大恐怖加深 你的脑子里究竟有着什么 禁忌 绝对是可怕的禁忌 他绝望地嘶吼 壮弱癫狂 下一刻 突然静止不动了 紧接着轰然破碎 化为尘埃随风飘散 全场顿时一片死寂 第三届中的那群人 纷纷到抽一口凉气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不是吧 堂堂大道至尊 搜魂一鸣半步至尊 居然把自己给搜死了 这也太扯了吧 感受着众人震撼的目光 星牙的脸上顿时露出得意之色 他迈不向前 星光更加璀璨 朗声道 先露镜头谁为风 一见星牙道成空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此话一出 再度让全场心惊故隐 星牙满脸享受 他反思了许久 总感觉光喊口号难免有些干把 但自己实力又不咋地 此时难得有人提出来想要搜魂 让他完美地装了一波大逼 心情直接到达了巅峰 他哈哈笑道 就问你们 还有谁 我靠 这群人的背后到底沾染了什么 天大的秘密 大秘密同样象征着大机缘 拿下他们 逼他们说出秘密 众人心念急转 气势滔滔 同时抬手向着星牙镇压而去 星牙的脸色瞬间煞白 全身汗毛倒数 连忙后退 不是搜魂吗 怎么还动手了吗 大黑狗 快救我 反了反了 也为静敢施主 大黑向前踏出一步 狗爪抬起 凝聚出硕大虚眼 遮天蔽日 将所有攻击尽数挡下 真是的 没实力就别他妈装逼 肖成风鄙视地看了星牙一眼 长剑在手 大喝一声 天不生我肖成风 见到万古如长夜 无尽的剑气生疼 看起来威士惊天 却也只是默默地跟在大黑后面 一起出手 拿下他们 第三届的众人凝眸望着大黑等人 浩荡的法力铺天盖地 欲要将他们筒筒镇压 秦英如潮人如水 不胜人生一场醉 秦曼云双手抚秦 周身大道如龙 凌驾于诛天之上 枪枪枪 秦风起 聚气承认 无尽的秦英席卷开去 引动大道之力 化为无数可怕的锋刃肆虐 在那群人的面前 秦英入耳 让他们感到一阵恍惚 就如同喝醉了一般 纷纷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的虚影 那虚影重重叠叠 不断地冲向自己 虚空之上 大道幻化 不知多少人跟自己的虚影站在了一起 沉浸于秦英之中无法自拔 司徒庆则是手持毛笔 对着冲过来的众人微微一笑 随后开始画画 画蛋可是我的强项 你们都完蛋去吧 他对着一名妖族随手一挥 那人的身子顿时一致 随之被大道挤压 困在了鸡蛋之中 真以为我们好欺负 喃喃冷笑一声 一步迈出 小小的身影已然出现在苍穹之上 他周身黑气环绕 看起来如同一个巨大的飞洞 岁月无痕 磨吞万古 恐怖的气息自他身上倾泻而下 浓郁的压力比之天威还要恐怖版本 妈呀 那是什么法术 居然可以吞噬岁月之意 一瞬间就吞掉了我的百年修为 这群人到底是什么来源 神通属世变态 根本不是一般的至尊可比 快去请老祖帮忙 另一边 武族的众人看着这束战场 同样面色凝重 古爱也是惊异不定 大道归原 这群人的神通中居然蕴含有本元气息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武的白和古猎更是看得心惊故意 脸色居然都有些泛白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们怎会在一夜之间纷纷破镜 古猎顿时震撼到无以复加 世界观都要崩塌 太假了 太疯狂了 我们昨天才刚跟他们交过手 能够拥有第二部至尊战力的明明 只有一只狐狸和一只凤魔 他们这次并没有跟来 这群人的成长速度简直变态 如果真如你们所说 那第七界就真的太神秘了 古爱的眼某猛的眯起 能够让人成长如此智慧 只有本元无疑了 第七界究竟隐藏着什么 古的白当即道 这群人绝对不可放的 我们要出手吗 古爱微微一笑淡然道 不要慌 故局已经开始 我们坐等收获即可 就在这时 又有树道身影从远处击射而来 气势轰轰 大道贵府 正是鸭王和混沌神阳老祖 就让我鸭王来会议会 你们第七界的人 他们降临而来 神通显化 直接就对着大黑等人出手 然而下一秒就抖声一扁 碧驴铝灰色气息 轰然从远处升藏而起 咆哮之音不断 震动苍穹 让人心烦意乱 忽然 虚空中抖声一扁 碧驴铝灰色气息 从远处升藤而起 咆哮之音不断 让人心烦意乱 妈呀 那股不祥的气息又出现了 还是来自那片禁忌心域 不对 好强大的力量 在这股不祥之中 似乎有着本源喷锅而出 战斗戛然而止 就连赶来的鸭王 也不再理会大黑等人 而是目光凝重地 看着那片地狱 君君道人的眼眸顿时一鸣 惊巨道 好古怪的气息 让人充满了不安 唯恐避之不及 这股气息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不仅不响 而且充斥着毁灭之气 极为强大 杨简的第三只眼瞬间打开 射出光滑 试图穿过灰雾看到本质 不过却只能看到一片迷雾笼罩 甚至连眼睛都感到一阵酸痛 似乎遭到了反噬 他不由地惊叹出声 那里定然存在着某种大恐怖 司徒庆则是眉头微微一皱 鸣声开口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那里突然溢出大量的第三界本 这说明了什么 秦曼云若有所思道 说明第三界的毁灭 很可能跟这股气息有关 而且本源就被镇压其中 混元三族鸭忍不住开口道 鸭王 那我们怎么办啊 第三界出现变动 先以本源为主 这群人就先放一放吧 走走走 我们赶紧过去 鸭王不懈地扫了大黑等人一眼 接着身子一动 已然带着族人飞身离去 第三界的其他人也是如此 并没有把大黑他们放在心上 纷纷向着那股气息飞去 远处 古艾的脸上顿时露出一丝笑容 嘿嘿 终于开始收尾了 古德白原本还对这股气息充满了疑虑 文言顿时一惊 开口道 这股气息难道是我们古族的手笔 古艾高深莫测的一笑 不错 它正是我们古族的最强布局 也是七界中最古老的存在 什么 七界最古老的存在 古德白和古猎心惊不已 七界是一片何等久远的大陆 只怕根本没人能够说得清楚 古猎好奇道 是至高无上 象征着巅峰 不管是谁 当实力达到某个巅峰之时 总是喜欢自称天人 那七界的天又是什么 纵然是古德白和古猎的心 都不由得蓬蓬跳动起来 血液加速流动 这实在是太震撼了 古艾接着道 我古族之所以能够镇压一劫 便是因为古主遇到了天 得到了天的指引 古德白好奇道 那他为什么要帮助我们 而且天肯定很强吧 古主说过 当年七界一体 其实是一片世界 笼罩在苍天之下 使不过 后来有一群人逆天而行 以大法力将那片大陆 分成了七片 并且彼此隔断 便演化成了七界 古艾顿了顿继续倒 而天则是受到了重创 被封印于七界之下 如此密心 直接在古德白和古猎的心中 掀起了惊涛骇浪 七界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历史 古猎惊惧地看了一眼 那片不行 开口道 这个天 会不会有什么图谋 古艾却是傲然一笑 放心吧 古主之才 换古说今 实力之强同样超乎你我想象 他早晚会把七界的天取而代之 古德白姐口道 那这次计划 天准备做什么 古艾哈哈笑道 第三界本源破碎 四散个地 被很多人获取 如今这群人受到引诱 已然汇聚到了一起 若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岂不美在 虽然那只是一部分天的气息 但就算是第二部至尊 也抵等不住 我们只需坐等收获即可 听闻此言 古德白的眼眸陡然大量 兴奋到 高 实在是高 画面一转来到天宫这边 杨检经过多方打探 终于知道了 关于那股气息的一点信息 他组织了一下 自己的语言开口道 那里是一处混乱的星域 在其中一棵星辰之上 却存在着一棵枯死的老树 据说半个月前 有人无意中发现了那棵枯树 自此沾染不响 唤醒了那片灰雾 肖成风也打听到了一些情报 忍不住接口道 听闻 但凡沾染不响 便会全身长满白毛 成为白毛怪 极其可怕 本来大家还以为 存在着滔天的机缘 纷纷前往 不过后来就算是大道至尊 都陷落其中 自此便为了禁区 众人闻言俱是面色凝重 而龙儿和南南的眼睛 却是猛的一亮 不由的惊呼出声 什么 枯树 哥哥说过 草木灰就是用枯树做成的 这么神异的枯树 定然是草木灰的最佳选择 现场顿时一阵沉默 天宫众人更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么牛逼的存在 你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他很适合做草木灰 要不要这么任性啊 能够跟在高人身边 格局果然很大 大黑则是淡然的 难怪主人要开出第三届的通道 原因正是如此 走走走 赶紧去给主人驱草木灰 当即 众人一同向着内部气息急速飞去 混乱星域 这是第三届最为奇异的地 变故无数星辰 或大或小 一眼根本望不到变 因为上次的变故 这片星域已被封锁 化为了禁区 当大黑等人到来之时 这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拨人 都是基于此处的本人气息 抬眼看去 在那片星域之中 有着一股诡异的灰气 在不断流动 还有着一只只白毛怪 在来回窜动 他们浑身长满白毛 面容枯朽 带有晚年不祥之兆 所有人看着其内的场景 去世又惊又喜 那些白毛怪的身上 都保留着原本的法力 最关键的是 还有着庶民大道至尊 现场突然有人按捺不住 试探性的抬腿 踏入了星域之内 谁知刚一进入其中 那些灰气便如同活物一般 惊险 君君道人深吸一口气 惊讶道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一旦触碰便会沾染不响 就连大道至尊都无法幸免 江流则是名声道 高人交代的任务 自然不可能简单 却在这时 司徒沁的神色突然一动 他感觉到 怀中的画卷微微一颤 似乎有了动静 公子正是画了此画 才打开的第三界界径通道 想来定然有着某种声音 而且他时常观摩此画 隐隐有些感悟 于是对着众人道 大家都跟紧我的步伐 咱们也进去试试 天宫众人自然是不宜有他 想都不想便跟着他一同前往 他们的动静 顿时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 一个个巨师露出不屑的冷笑 这第七界的人还真是无知者无畏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灰雾的可怕 简直就是找死 如此也好 刚好让他们帮我们探探路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大黑等人一同踏入了 诡异的心域之中 下一刻 灰色雾气涌动 白毛怪疯狂嘶吼 巨师如同狂潮一般 向着他们笼罩而去 大黑等人同时心头一子 周身法力涌动 随时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秦曼云也是有些紧张 忍不住开口道 庆儿姑娘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司徒庆点了点头 缓缓地向前两步 下一刻 那些灰气和白毛怪好似 感受到什么一般 都是同时一顿 接着便听司徒庆开口道 世界如此美好 你们却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 呜呜 此话一出 那些白毛怪的身体 居然颤抖起来 那些灰气也是如同老鼠 见了猫一般 纷纷让开道路 司徒庆微微一笑惊喜道 哈哈哈哈 果然有用 龙儿顿时瞪大了眼睛 妈呀 司徒庆姐姐 你好厉害呀 天宫众人也都是震惊一片 没想到这片不祥 在司徒庆的手中 居然如此简单 看来不仅仅是高人 就连跟在高人身边的人 也越发地高深莫测起来 跟着大佬就是牛逼 嘿嘿 不是我厉害 是公子厉害 司徒庆微微一笑接着道 好了 他们都给瞪出来 一个个巨师揉着眼睛 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什么情况 他们就这么轻飘飘地走了 诡异 太诡异了 第七届的那群人 比这片灰雾还要诡异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入深处 这片机缘是属于我们的 别愣着了 大家赶紧想办法呀 远处 五族那群人也都傻眼了 巨师大张着嘴巴 久久不能说话 我的白衣霍道 怎么会这样啊 他们就这么进去 五列也是深吸一口气惊叹道 第七届果然出人意料 我有预感 这一届将会是我古族的头号大帝 古艾则是眉头微皱开口道 这里只是外围罢 我猜测 他们身上肯定有着某种 可以让天感到忌惮的东西 不敢贸然出手 等到了深处 他们绝对完蛋 我懂啊 却在这时 混元三族鸭突然大喝出声 是口诀 他们刚刚说的那句话 绝对是入场口诀 其他人顿时心中一动 露出恍然之色 哈哈哈哈 原来这么简单 事不宜迟 我就率先进场了 有人迫不及待地大笑一声 直接化为流光冲入了心域之中 紧接着 那些灰雾和白毛怪 便向着他笼罩上去 那人微微一笑 面色淡然 世界如此美好 你们却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 果然 那灰雾和白毛怪 全都停顿了一下 不过还不等他长舒一口气 灰雾和白毛怪 便更加疯狂地向他扑去 啊 为什么会这样 我都说出口诀了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他不甘地被灰雾笼罩 很快身上便开始长出白毛 为这片心域又新增了一名白毛怪 跟着他一起进入心域的那些人 顿时慌了 什么情况 莫非是姿势不对 有人突发奇想 连忙变化成司徒庆的模样 不过显然也于事无补 一个个全都沾染了不响 哈哈 愚蠢 连枪打出头鸟的道理都不懂 鸭王冷冷一笑 眼中尽是冷漠 鸭王此话诧异 若是没有这种人 又有谁来为我等采泪 混沌神阳的老祖站了手 接着感动道 这群人无私奉献的精神 还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他们是牺牲自己 照亮大家呀 这时又有一名至尊站出来道 很明显跟口诀无关 那群人的身上也不知藏着什么秘密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 鸭王则是凝声道 这片心域虽然诡异 但也不是强大到不可立敌 若是我们联手 足以镇杀所有 深入其中定然不会太难 鸭王凝声开口 这片心域虽然诡异 但也不是强大到不可立敌 若是我们联手 足以镇杀所有 随着他们的进入 其内的灰色雾气 顿时暴躁起来 还有那些失去自我的白毛怪 也是嘶吼着向众人扑来 你们生前就是区区蝼蚁 纵然现在化为了白毛怪 依旧还是蝼蚁 众人阻断 力量已然不可同日而已 无尽的法力 如同星河一般环绕在他们周围 轻易就将这些白毛怪 给统统抹除 继续前进 纵然是大诡异 我等联手也必然会被镇压 所有人顿时斗志昂扬 信心十足地向前冲锋 然而随着深入 不祥的气息越来越浓 甚至开始出现了质变 普通的法力已经难以抵挡 队伍中突然有人全身一铲 满脸恐慌 啊 不好 我沾染了不祥 快救我 他们的修为只是天道镜中垫底的存在 身体最先吃不消 已然开始长出了白毛 鸭王和混沌神阳等第二部至尊冷眼 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轻轻抬手 一股磅礴的力量轰然爆发 将那些不祥之气竞数隔离 随后更是对那些沾染不祥的人出手 瞬间便将他们统统抹杀 队伍继续前行 白毛怪的实力也越来越强 原本白色的毛发居然隐隐转为了红色 不管是兄弟的气息还是强大的气势 都比之前强了太多太多 开始拥有了大道至尊境界 再加上还有不祥气息环绕 所有人的压力顿时倍增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群人不仅变成了白毛怪 似乎还在不断变强 大不祥 大诡异 这里定然藏有第三届中最神秘的东西 这里的不祥气息如此浓郁 第七届的那群人为什么毫发无所 看来第七届比起这股不祥还要滚 继续深入 不管是哪个秘密 我们都要得到 他们一路苦战 每一步都如同深陷泥潭 只能一步一去的前行 而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另外一面 秦曼云等人依旧毫无阻碍 一路上所有的不祥巨势退避三射 很快就来到了星域的最深处 司徒沁的眼睛猛的一米 惊喜道 原来这里真的有一棵断树 君君道人的眼神中则是充满了敬畏 纵然是枯死 并被不想笼罩 却依旧身体不朽 这棵树的来历只怕是超乎想象 龙儿却是疑惑道 咦 好奇怪啊 我在这棵树的身上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它忍不住缓缓向前 眼睛中莫名的有些湿润 似乎在感伤着什么 却听吼的一声 就在这时 那棵断树后面突然冒出来三只怪物 它们和白毛怪并没有什么两样 然而毛发却是已然变为了血红色 浑身都充斥着浓郁的不祥 最关键的是 居然全都达到了第二步至尊境界 它们狂吼一声 并没有像之前那些白毛怪一样 对众人褪比三射 而是猎气滔天地向着龙儿杀去 大家小心 众人巨视面色一变 纷纷挺身向前 司徒庆也是手腕一反 取出一只毛笔 随后凌空梳洗 世界如此美好 你们却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 自己散发出漫天光晕 融于众人周围 同时 它怀中的那幅画也在散发出乳白色的光滑 微弱的光晕一散 洒落在三只红毛怪的身上 让它们浑身狂抖 面容猙獰 顿时停在了原地 随后又有着光晕落在了那棵断树之上 刹那间 就好似时空交织 一股奇异的气息从断树上升腾而起 这股力量引动岁月长河 让众人仿佛置身于了一片奇异的空间之中 瞬间追溯到了无数岁月之前 那是一株参天的柳树 生与天地之间 长于混沌之中 它的万千柳条垂下 就好似贯穿于世界的血骨 拖起着整个第三界 某一刻 苍穹突然裂开了一道孔子 顷刻间天崩地裂 大道沉寂 无数的生灵都在毁灭 一股诡异的灰雾从裂缝中一散而出 带着滔天之威 凌驾于一切之上 在这股灰雾的笼罩之下 第三界更是不堪 就连大道至尊都随之陨路 世界本源更是被灰雾沾染 彻底镇压 随后有着声音从鬼雾中传出 哈哈哈哈 属于我的时代就要到来 记好了 我就是天 却在这时 柳树横空出世 它的柳枝穿梭于无尽的虚空之中 将第三界禁树笼罩 开始与灰雾决战 这一战惊心动魄 形成大道乱流 直接让第三界回归到了最原始的状态 一棵柳树 以无法想象的姿态 拖起整个世界 它的叶子不再清脆 柳枝开始断裂 却依旧气势勃勃 欲要以无上之力 将这股不祥彻底镇压 肉眼可见 在柳条的角洞之下 那些灰雾居然全被绞碎 所谓的天好似被撕裂成了无数碎片一半 终于 天悚了 它想要退去 然而柳树却是阻断了它的退路 尸条一甩 第三界与七界的界域通道统统破碎 自此独自隔绝 天气急败坏的声音顿时传出 这只是我的一道化身 既然你想困我于此 那我便让你生不如死 柳树不言 直接以行动回复了天 它拼尽全部之力 纵然是树叶枯黄 之条败落 依旧将天镇压于此 柳树不言 直接以行动回复了天 它拼尽全部之力 纵然是树叶枯黄 之条败落 依旧将天镇压于此 苍穹之间 有着柳树的声音回旋 我不会死 我终将会以更强的姿态归来 彻底将你震傻 因为我 百战不死 画面消散 天弓众人 俱是深深地沉浸在震撼之中 泪流满面 龙儿更是激动道 是柳树姐姐 这棵树就是柳树姐姐 男男也是满脸惊叹 原来柳姐姐当年就那么厉害 她百战不死 终将以更强的姿态回归 司徒庆不由地哽咽道 后院的那株柳树向来无言 原来我们都欠柳姐姐一声感谢 大黑则是挠了挠狗头 淡然开口 柳树定然就是当年七界的战魂之一 那其他战魂是不是也被主人种在了后院 听闻此言 天弓众人顿时震惊一片 他们不仅震惊于柳树的强大 更震惊于高人的可怕 这可是七界战魂呢 战力无双 是强无敌的存在 居然被高人种在了后院 当成一株普通的柳树对待 这是何等的手段 何等的气魄呀 简直恐怖如斯 哈哈哈哈 总算是追到你们了 忽然 身后传来一阵狂笑之声 第三界那群人终于赶了过来 他们一边向这里靠近 还一边在遭遇着白毛怪的袭击 也不知怎么笑得出来 就在这时 他们也看到了那棵断树 顿时露出惊骇之色 妈呀 好浓郁的本源 这里定然就是源头无疑 这究竟是棵什么树啊 纵然断了 我依旧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股极致压力 大机缘 大秘密 把这棵树挖走 定然能炼化至宝 而这个时候 那三名红毛怪同时看向他们 紧接着狂吼一声 疯狂地向着他们扑了过去 不好 白毛怪已经净化成红毛怪 太恐怖了 他们居然拥有着第二部至尊的战力 为什么 为什么只攻击我们 而第七界那群人却屁是没有 就连红毛怪都奈何不了他们吗 那群人的内心有些崩溃 充满了疑惑与不甘 不得已与红毛怪站在了一起 三头红毛怪实力惊远 顿时给队伍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再加上周围灰气的侵蚀 被不祥沾染的人也越来越多 可恶 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再私藏了 赶紧把这三头怪物摆平 鸭王沉着脸嘶吼出声 他猛地抬手 弊柄金色长剑便瞬间浮现 长剑上没有任何图案 不过周身却笼罩着一层本源气息 长剑一出 大道贵斧 整片空间都在震动 这正是他侥幸获取的第三届本源之宝 只见他举剑向着其中一只红毛怪一枕 顷刻间就将其一刀两断 混沌神阳也不再犹豫 那只红毛怪消灭 另外还有三名第二部至尊 他们也是一同出手 不仅将剩下的那只红毛怪抹杀 更是清空了周围的一切 让战场重归平静 其中一名大道至尊看着那颗断树 目光一闪 直接将自己手中的长枪甩了出去 他是在长五名至尊中唯一一个没有本源之宝 因此他才抢先出手 准备先掠夺一些本源过来 将自己的长枪也锤炼成本源之宝 然而那颗断树周围 不仅有着本源一散 还有着不祥乱窜 当长枪靠近断树之时 瞬间被其感染 直接让他灵运尽尸 掉在了地上 为本源而来 你们同样会为本源而死 一道冷力的声音突然响起 充满了无情与残酷 灰色雾气在虚空中汇聚流动 好似一种另类的生命 诡异无比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鸭王直接问出了自己潜藏已久的疑虑 我就是天 灰雾悠悠开口 他与其中充满了傲然与蔑视 如同天生的主宰 七大战魂 既是可悲 又是可笑 所谓逆天 便是指不可为之事 而不可为之事 自然没人能够成功 他看着众人嘲讽到 他们自诩逆天成功 殊不知 这世上最大的灾祸 便来自于人心的贪婪 只要贪念不止 我就终将脱困 逆天也不过是一场空梦吧 七界之中 就因为有关本源的事情流传而出 造成了无数灾祸 太多人为了夺取本源而疯狂 掠夺其他界语 毁灭自己的世界 一切全都源于贪婪 而一旦有了这种贪念 七界本源现世之日 便是我天的众灵之时 此言一出 顿时让第三界众人脸色狂变 一个个四肢冰凉 生出了滔天的凉气 这世上居然真的有天 而且 天竟是一种生灵 他们不敢相信 大家别慌 他一定是在危言耸听 敢自诩为天 就让我们来测一测他的精良 没错 如果他真的这么紧 也不会被封印在这里了 众人纷纷开口 想要说服自己 努力压下心中的不安 哈哈哈哈 战魂有着逆天的力量 却终究是逆不了人心 天大笑着开口 在无数年前 第三界就该活在我的阴影之下 如今我倒要看看 还有谁能够挡得住我 随着他话音落下 诡异的灰雾 如同潮水一般轰然爆发 眨眼间便遮天蔽日 将所有人统统笼罩 他变化万千 看似无形无质 却可明行化物 不但以无形之气 向着众人侵蚀 更是以有形之力 化为各种怪物 向着众人不断冲杀 灰雾飘过 如同青烟鸟鸟 融入时空 穿透万物 不是一般的法力所能阻挡 刹脉间 许多人的法宝灵运进尸 化为废体 更是有着三分之一的人 沾染了不响 身子颤抖 开始长出白毛 天哪 我不要变成白毛怪了 谁来救救我吧 这股力量凌驾于一切之上 难道真的是天 所有人大惊失色 看着周围的灰雾 眼中充满了金句 远处 古得白也是瞪大着眼睛 心急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难道这就是天的力量吗 远远不是 古爱笑着摇了摇头 无数年前的变数 正是来自那棵柳树 是那棵树镇压了天 从而让我们的计划搁浅 如今这棵树似乎还在与天纠缠 否则的话 那群人瞬间便会化为白毛怪 太恐怖了 古猎身吸一口气 他的目光顿时落在大黑等人身上 不由地冷笑道 嘿嘿 第七界的女子长得还挺漂亮 我倒是很期待看到 他们也变成白毛怪 古爱笑着道 放心吧 你马上就会看到 在天的力量之下 七界中除了谷主 没人能够抵挡 此时的挥舞之中 就连那几名第二部至尊也大胆吃力 他们就好似大海中的一夜偏重 随时都会倾诉 快快快 全都祭出本源之宝 混沌神阳的老祖狂吼着 他手持镜子 如同一轮太阳闪烁着光芒 化为屏障奋力抵挡 另外几名至尊也同样个是手段 在他们周围 本源之力环绕 形成一个个金色护照 这正是他们在第三界中 获取的部分本源 与此同时 浓郁的挥舞如同海洋一般翻腾 一重重挥舞化为了一个 巨大的巨人须翼 冷眼俯视着众人 本源之力 这原本就是为我掌控的力量 你们居然天真到以为能够挡得住我 挥舞巨人嘲讽出声 只见他大手一挥 众人脚下顿时生腾起一片漩涡 如同龙卷一般将所有人统统围绕 旋风之中 纵然是大到本源都在飘摇 那几名第二部至尊 只感觉神是一阵恍惚 胸膛中随之出现一股暴虐之气 在他们的眼中 大到崩塌 世界毁灭 整个人都陷入了沉沦 一丝丝白毛也开始在他们身上缓缓声长 君君道人的脸色陡然一面 哇 这群野味全都开始长出白毛了 大黑也是眉头紧锁 主人说过 长出白毛那就是发霉了 不能吃了 这可没法向主人交代啊 看我的 司徒庆从怀中将话卷取出 大声道 都给我醒来 顿时 光运绽放 避重重金光穿破灰雾 虽然看似微弱 但却如同寒冰中的一团虎 生生不息 消融寒冷 那些人精神一振 顿时回过神来 随后身上的白毛也开始退去 怎么回事 我刚刚好似看到了七界破灭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逆乱因果 侵蚀人的道心 就连七界都玩弄于鼓掌之间 太恐怖了 我差点就变成白毛怪了 没想到 居然是第七界的那群人救了我们 果然啊 只有诡异才能对付鬼 混元三足鸭等妖怪巨师心惊不已 随后看向大黑等人 不约而同地躲到了他们身后 这怎么可能 灰雾巨人难以置信地嘶吼出声 语气中罕见地出现了一丝波动 我之前就感觉到了 你们这群人的身上 沾染了那颗令人讨厌的柳树气息 快告诉我 这到底是为什么 南南做了个鬼脸 笑着道 就不告诉你 气死你 龙儿则是气势汹汹道 我要把你从刘姐姐身上进化掉 就凭你们 灰雾巨人哈哈大笑 语气中充满的不屑 看看是你们净化我 还是我来感染你们 全都给我变成白毛怪吧 挥雾巨人猛地抬手 巨大的手掌从天而降 雾气轰鸣 天地背后 绝望的气息笼罩苍穹 不祥之力排山倒海 强大的威势让所有人都是脸色苍白 时刻关注自己 生怕身上长出白毛 秦曼云也是感到一阵压力 忍不住开口道 庆儿姑娘 就看你的了 司徒庆点了点头 随后将手中的画卷高高地举起 区区不响 看我美好的世界 他缓缓地将画卷拉开 下一刻 光滑大放 无尽的圣光盾 十点亮整片空间 周围的那些灰雾 瞬间就被光芒驱散 啊 这是什么光芒 灰雾巨人发出一声惊怒的咆哮 他的那只剧长被光芒移照 更是直接消散于天地之间 随着画卷的不断展开 虚空之上 隐隐有着另一片天地浮现 那是一片祥和的世界 阳光温润 小桥流水 鸟语花香 这种一响 让虚空都出现了扭曲 明明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却好似与第三界重叠 让原本破碎的世界 开始出现了生机 逆乱阴阳 颠倒岁月长河 你们身上怎会有这种力量 这幅画你们是从何处所有的 灰雾之中 有着惊怒与气急败坏的声音传出 不可能 那群人明明都已经死了 只剩下七个战魂苟延残喘 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种力量出现 假的 一定都是假的 他陷入了癫狂之中 周围的灰雾如同雷霆一般风雨 让整个第三界都随之颤抖 美好的世界 容不下你这不祥 司徒庆面色平静 丝毫不决 身子缓缓地腾空而起 来到灰雾的中心位置 美好的世界 容不下你这不祥 司徒庆面色平静 丝毫不决 身子缓缓地腾空而起 来到灰雾的中心位置 下一秒 全场的灰雾就如同绞肉机一般 立马将司徒庆团团包围 一重又一重 将它包裹得严严实实 欲要将其捏成肉泥 我是天 我是无敌的 逆我折死 灰雾狂好 隐隐化为了一只恐怖的凶手 吞天是地 毕鼓鼓无法形容的力量 在灰雾中空雨 时空在这一刻都仿佛定格 超脱了天地的束缚 所有人都很清楚 这是那幅画卷和灰雾正在国异 两者的力量简直害人听闻 就算是第三步至尊 到了那里都会被气绞碎 古埃震动不已 陈生道 好一个第七界 居然可以与天国异 武猎则是惊悚道 那可是天啊 应该不会输吧 秦曼云也是满脸忧涩 庆儿姑娘 加油 君君道人连忙出声安慰 这可是高人的画作 就算是天又如何 高人何曾败过 大黑则是一脸淡然 他只是轻轻地吐出一句话 主人无敌 身后 第三界那群人满脸的忐忑 虽然他们与第七界不是一伙 但此时也在心中默默祈祷着 第七界可一定要赢安 众目睽睽之下 突兀的 一道光芒如同利刃一般 从灰雾中穿刺而过 这光芒就好似一个信号 紧接着 一道又一道的光芒冲刺而出 如同阳光从乌云中探出了头 瞬间照耀整片天地 这不可能 我是不败的 天疯狂嘶吼 他在不甘地翻译 与虚空中变化成各种鬼脸 大局已定 七界必乱 没有谁能够挡得住我 给我等着 我还会回来的 伴随着最后一声嘶吼 那些灰雾顿时散去 消散于天地之间 一天滑破长空 接着便有大雨倾盆而下 这雨是血红色 就好似天的血液一般 在为天的嗜血而悲起 血雨落于大地 滋养着破败的土地 酝养着无数星辰 让一散的第三界本源开始稳定 让毁灭的第三界 也开始逐渐有了一线生机 古族的那群人顿时傻了 脑瓜子嗡嗡只想 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不会吧 天居然败了 还是败给了一幅 叫做美好世界的话 这世界确实是够美好的 就连不祥都能镇压 太疯狂了 那幅画究竟是什么来的 第七界这群人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太恐怖了 简直比天还要鬼命 会员三足鸭等妖兽 纷纷到抽一口凉气 遍体深寒 想想之前自己 居然还跟这群人 打得有来有为 他们顿时续得一批 后怕不已 简直跟做梦一样 随后 那幅画从空中缓缓飘落 重新回到司徒庆的面前 旗上的光运已然不在 看起来画为了一幅 普普通通的画卷 但是司徒庆分明能感觉到 其内依旧有着世界的脉络 他小心翼翼地将画卷收好 向落而下 喃喃当即笑着道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 哥哥一定是最棒的 那个什么天 怎么可能是哥哥的对手 龙儿则是来到段树身边 轻轻抚摸着断裂的树干 心疼道 柳树姐姐一定很痛吧 大黑却是抬起狗头 看向混元三足鸭等一众妖兽 张开狗嘴大气道 你们都赶紧收拾收拾 即刻动身 跟我们回去充当野位 什么 当野位 众妖兽俱事一乱 随后眉头微微皱起 带着一丝愤怒 鸭王强硬地开口 我承认你们第七戒很强 但是不代表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世上 还没有人能够让我们去充当野位 就是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 之前的羞辱之仇 还没有找你们算账吗 现在居然还敢跟我们提野位 众多妖兽纷纷开口 对着大黑呲牙咧嘴 这个时候 混沌神阳的老祖也是站了出来 他冷冷一笑开口道 黑狗妖 你们是救了我们没错 不过靠的却是那幅画卷 如今那幅画卷灵运消散 似乎没什么威能了吧 就目前来说 单凭你们的实力 甚至都不是我们的对手 但念在你们救命有功 我们也不打算为难你们 大家一拍两散 岂不美哉 他很想知道第七戒背后的秘密 但是刚刚那个场面实在是太过苦 让他打心底不敢与这群人为敌 但做野位那是万万不能的 所以才会有此一说 你确定我们奈何不了你们 大黑的狗脸上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接着又拍了拍那棵断树 刘姐姐 能不能把这群野位带给主人 下面就看你的表演了 听闻此言 那群妖兽巨师莫名其妙地看向断树 下一瞬 他们只感觉自己被一股极端恐怖的力量笼罩全身 顿时吓得头皮发麻 血液静止 一阵微风吹过 那断树之上 不知何时居然冒出来一根心芽 随后更是化为了柳枝 向着他们扫荡而来 这柳枝看起来柔柔弱弱 没有丝毫力量 但是却封锁了时空 镇压着大道 让他们无法动态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柳枝从自己身边缓缓扶过 动作轻柔 却是带着无上的意志 所过之处 那群妖兽统统现出了原形 一时间 这令好似变成了动物园一般 一头头妖兽的眼眸中 巨视流露出深深的绝望与茫然 一时间 第三届好似变成了动物园一般 一头头妖兽的眼眸中 巨视流露出深深的绝望与茫然 众人打仗着面前的这群野卫 顿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君君道人激动地开口 不错不错 这些野卫甚是肥瘦 肉质一看就很健康 高人定然喜欢 龙儿则是扫了一卷 眉头微皱到 就是肿位少了一点 楠楠点了点头 先带回去吧 以后再多抓一些 接着他又转头 看向一旁的断树开口道 刘姐姐 哥哥说需要草木灰 我们可以把你挖走吗 什么 挖走 天宫众人巨视瞪大着眼睛 差点被直接吓得 这棵树虽然断了 但人家好歹也是 传说中的七界战风之一 你这么说合适吗 谁知柳树的那根嫩牙 却是微微晃动 似乎在点头 传递出同意的意思 天宫的众人 这才长舒一口气 果然是我们的格局小了 高人的世界我们不懂 杨茧不由地咽了一下口水 小心翼翼道 楠楠仙子 你们准备怎么挖 这树虽然断了 但气息依旧滔天 承载着七界之威 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挖的洞 切 还能怎么挖 当然是用铁锹挖呀 楠楠鄙夷的看了杨茧一眼 接着小手一翻 一柄铁锹顿势浮现 随后便来到断树的根筋处 开始挖了起 一边挖还一边开心的哼唱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要挖要挖 杨茧目瞪口呆地 看着眼前的场面 心中微微一叹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另一边 古族众人也是如同雕像一般 傻傻地看着这里 古列难以置信的 不会吧 天就这么被镇压了 古的白惊悚道 我古族万无一失的布局 就这 古爱的脸色同样不好 他满脸骇然地看着喃喃等人 第七界中怎么会出现这等怪物 居然连天都可以镇压 甚至他们还在挖那棵断树 种种行为 无疑不再证明着那群人的变态 古列开口问道 那咱们怎么办 要不要冲杀过去 冲冲冲 就他妈知道冲 古的白毫不犹豫地摇头 你看看那群人身边的隐位 其中可是不乏第二步至尊 我们过去也不过是给人家加餐吧 古爱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群人手段层出不穷 而且都超乎想象 莱里只怕不凡 说不定背后有着谷主级别的存在 最好是从长记忆 另一边 南南已经挖得差不多了 他小小的身子抱住断树 接着卖了一把 只听轰的一声 直接将整棵断树都扛在了肩上 场面看上去颇为惊人 大黑也没有闲着 只见他狗爪一回 捆仙绳由洞而出 将那群野位全都串了起来 司徒庆顿时笑了 哈哈哈哈 这下不但草木挥涌 就连野位也得到了补充 终于可以回家跟高人交差了 不过随后 众人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怎么该怎么回旋 第三届的介域通道 只是一个单向入口 有来无回 就在这时 龙儿的眼睛突然一亮 指着虚空激动的 快看那里 众人连忙抬头 只见虚空中一个黑色的漩涡 缓缓浮现 大道气息环绕 妈呀 第三届的介域通道 全都被刘姐姐斩断 为的就是独断不详 如今不想被高人镇压 刘姐姐终于可以打开进风了 龙儿也是崇拜的 刘姐姐真是太伟大 七届战魂涌不朽 走吧 回家了 当即 众人带着一大堆野位以及断树 踏入了介域通道之中 在他们走后不久 五族那群人也来到了此处 古爱微微一笑开口道 看来第七届那群人的出现 也并非全是坏事 我终于可以从第三届脱困了 古德白也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古爱道友 第七届虽然神秘莫测 但也不是无懈可及 是吗 莫非你发现了什么 这还多亏了第四届 古德白哈哈一笑得意道 第四届养出了世缘虫 可以盗取第七届的本源 我已经亲身尝试 味道可是相当不错 一旁的古猎连忙补充道 不仅如此 我们还给古主寄回去了一大堵 连古主都赞不绝口 说让我们继续努力 给他多搞一些 听闻此言 古爱的眼睛顿时就亮炉灯泡 迫不及待道 幸有此事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走吧 画面一转来到第七届中 大黑等人已然回到了洛仙山脉 南南对着众多野味提醒道 都记好了 乖乖听话不仅能活 还有很多好吃的 否则就直接杀了做成猪食 众野味一同缩了缩脖子 吓出一身冷汗 如今人为刀祖 我为鱼肉 哪里还敢嚣张 不过他们的心里也充满了疑惑 这里便是这群人的聚居地吗 看他们如此恭敬的模样 难道大佬就隐藏在此地 秦曼云则是开口道 好了 就先把他们放在这里吧 咱们进去见公子 说罢众人便一起进入了四合院 只留下一群野味大眼邓小眼 混云三足鸭愧疚的开口 老祖 我对不起你啊 我也不知道第七届的人这么变态 害您老人家也变成了野味 鸭王无奈地叹了口气 行了 别说了 说多了都是眼泪 混沌神阳老祖也是接口道 说实话 他们连天都能镇压 我们被抓 也是心服口服 如今只能祈祷第四届的其他人来救我们了